林佳龍進辦發言人何博文 協同律師到新北地檢署案鈴告發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涉嫌偽造警大聲明 選辦下午有記者會會出示相關的證據 藍綠開啟法律證 侯友宜沒有正面回應 進辦說警大公關室不僅提供給電子媒體 也提供平面媒體聲明 公關室也致電辦公室坦承有提供給媒體 侯辦出示圖文並茂的證據 要證明聲明內容全出自警察大學 但這份聲明是誰提供 進辦為了保護當事人沒有說 記者實際致電警大校長 有媒體取得警大聲明 不過警大校長又否認有發表聲明形成羅生門 對手林佳龍說侯友宜又在硬拗 一錯再錯 如果連第三次還是這樣子繼續不認錯 那顯然你看就是硬拗 侯正營他們必須自己證明 他們這個聲明從何而來 不能隨便在路上找一個 人就說這個是代表警察大學 警大沒替侯博士的學歷背書 只怕進辦的聲明越描越不清 就是這本論文讓侯友宜的博士學歷被指控 資格有問題 這個真的變神了 林佳龍話說的酸溜溜 因為一般的博士課程從休課 提出論文計畫到撰寫 至少都要六到八年 沒有碩士學歷的侯友宜 竟然比一般博士生還早畢業 然後四年的時間 他都任職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長跟局長 也沒有請假 或者是留職這樣的特例 唯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新北選戰聲明書還沒炒完 林佳龍競選辦公室再出招 質疑侯友宜的博士論文 是否因為特權取得偵訊筆錄等資料 何博文翻出侯友宜論文第六十五頁及七十一頁 侯友宜到警檢單位調閱國內 近十年性侵害殺人案資料 並透過刑事犯罪系統 搜尋符合研究個案 質疑侯友宜濫用職權來調閱國家資料 一個寫博士論文的人 有辦法向侯友宜如此的神通廣大 可以調閱近十年來 相關性侵殺人案資料券 一切按照所有的相關的規定 侯友宜博士學歷謎團 還牽扯到過去同窗 因為現任警察大學校長 陳澤文和侯友宜是警大前身 警官學校四十五齊身 侯友宜市長任內 陳澤文當過新北市警察局長 而雙方不只是同學還共事過 這是您和那個陳校長 過去的雲亮情節有關係 謝謝大家的關係 林佳龍緊咬選戰節奏 但侯友宜面對攻勢依舊冷處理 侯市長別再講說 你就要衝在第一線擋子彈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你把別人衝到第一線 幫你擋子彈 怒虹侯友宜讓基層公務員背鍋 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 因為侯伴秀出的警大聲明 又被抓包又貓膩 比方說 侯先生民國六十九年 畢業中央警官校 服務年資已逾18年 符合該校當年度研究生 真是入學規定 如果是警大 他絕對不會寫該校 不止語意上不合邏輯 最後一段 侯先生於九十三年 通過論文口試畢業 也跟現實有出入 最關鍵的是 這份聲明明明尚未經過上級核准 卻被侯伴擅自引用 這個邏輯非常奇怪 難道今天隨便一個路人 刀用侯友宜競選團隊的抬頭 寫一個退選聲明 侯友宜就退選了嗎 公務黨新北市議員 葉元之PO出媒體 和警大公關的對話回擊 其中承辦人員回報 已經簽上去 反倒讓侯正營站不住腳 這個聲明 警大高層都知情了 而且校長自己也知道 很明顯就是政治力的介入 他們拿到所謂聲明 是還沒有最後訂稿的 更重要的 還沒有得到批准的 等於是打壓著上架 要把這個公務黨塞到 請大家的決議 國民黨怒轟 警大淪為東場 傳出警大一場內部會議中 校長陳澤文 拒絕幫侯友宜背書 僅同意有媒體問再給回應 不肯公開發聲明 我們尊重警大校長 跟校方他們對外的聲明 他們已經否認了 所謂先前侯正營 他們設計跟媒體 他所公布的這個文件 一切尊重 謝謝大家翻新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 侯友宜聲線論文羅生門 爭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來 友宜跟做公意 穿上圍裙賣力叫賣 林佳龍一大早帶著小雞到戲紙 擔任銅板美食 易賣的一日店長 來 喝 美麗啊 來 喝 來 喝 打包魷魚羹 還親自發送 林佳龍用評價小吃 拉近和選民距離 不過效果似乎不如預期 根據自由時報 最新民調新北選戰 現任市長侯友宜 有近52%的支持度 林佳龍只有21.74% 有近兩成七的人 還沒決定或拒絕表態 交叉分析顯示 上次投給蘇貞昌的泛率選民 這次只有六成一支持林佳龍 有一成九表態轉挺侯友宜 這也讓林佳龍陷入苦戰 對手當然因為經營了12年 有相當的實力 我們的一個選戰策略也是 市長會先爭取綠營選民的回流 會更努力來接觸每一個選民 民調是一個參考 我們是自己跟自己在賽跑 市長會跟市民繼續並肩作戰 不甩民調差距 侯友宜照樣走自己的路 不過針對侯正營出示的警大聲明 綠營再校正 陳校長很清楚的跟我講 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他說本校未發布任何聲明 所以我想請問 所謂的警大聲明 從何而來 這一份就是一個造假 就是一個欺騙 這個也可能涉及刑責 所以這個不是就是隨便說 各說各話的問題 那侯正營他們必須要 為什麼涉及這種偽造聲明 來做說明跟道歉 林佳龍陣營對警大聲明 鍥而不捨 攻勢持續發動 新新聞 黃軒 劉微婷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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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